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第一支灌篮师也就是Grand Seco在今年8月份推出的最新款的服饰会中国限定款 今天惊艳首发 去年我们做了一期SBGS407蓝雪机的测评视频 那期视频我们对GS的品牌历史设计文化 还有它最引以为要的Spring Drive机芯都做得非常详细的了解 所以这些内容我们就不再重复了 有兴趣的背后可以再回看一下那期视频 今天我们就来专注的聊一下这支最新款的服饰会中国限定版 今年的服饰会特别款可以说是GS专门为了中国表友准备的一份礼物 因为他们只在中国的市场发售 你在全球的其他国家甚至是日本的本土都买不到 其实GS针对中国市场推出限定款的做法也不是第一次的 去年9月份GS就专门推出过两支服饰会的中国限定款 SBGA433和SBGA435 当时的两款表也其特有的炎炎式的食材纹理盘面也是狂吸了一波粉 那么这一次特别款一共有三支 分别是白色盘面的利川雪之淡 木绿色盘面的田子之谱 还有深棕色盘面的山下白雨 而我们手中的这一支就是白色盘面的利川雪之淡 这三款表的名称利川雪之淡 山下白雨 田子之谱 都是来自于服饰会名家葛世北债先生的画集 《赋岳36景》里面的画作 这个《赋岳36景》是日本国宝级的名画 36幅作品就是在36种不同的角度下欣赏的富士山 而这里面最著名的作品也是我们经常能在网络上看到的 就是这幅神奈川冲浪 而这次推出的三款表也是基于这三幅画作的元素设计的 利川雪之淡这幅作品画的是冬季的清晨 人群在东京的小石窗遥望远处富士山雪景的这么一个画面 整幅画作的色彩基调是素白的积雪和电缆的天空 而投射在了盘面上 这些元素也就成了白镜的盘面和栏杆的秒针 那今年这款富士卫的盘面供应和去年的款式有很大的区别 去年那款SBGA435的炎炎式纹理是更相偏向于实材的纹理 是更加粗糙的片状结构 而今年这款SBGA451则是更加偏向于纸质的纤维感 它的表面会更加的平顺而且细腻 而这种纹路设计也有一个名字叫做云木哲 云木哲是富士卫创作中的一种传统技法 作为画作的背景底色 因为在颜料中擦入了云母粉和背母粉 所以会让整个画作的背景具有光泽更加的奢华 这种工艺不同于雪花面的续状 也不同于炎炎式的片状 而是自带明暗变化的斑状 拥有着隐隐绰绰的晶体光泽 除了盘面纹理之外 功能布局以及刻度指针logo印字这些细节 还是延续了传统的风格 金属的logo悬浮于盘面之上 有印字体的墨迹在不规则的盘面上 仍然是非常的立体 丰满干净利落 金属的刻度依旧是多棱面的切割 加上黑光的抛亮 金属的太飞针也是多面的黑光抛亮 斜面的切割非常的锋利 电蓝色的秒针在Spring Drive机型的驱动之下 稳定而寂静的划过表盘上的每一个角落 左下角是一如既往的扇形的洞除显示 不同的是这次将指针和刻度都换成了黄金色 就像是冬季清晨洒在初雪之上的低缕阳光 今年的款式在盘面设计上依旧是细节满满 白色的底色加上云母折的斑纹 有一种冰晶般的质感 金属的刻度指针加上蓝色的秒针 冰冷而肃木 仿佛令人瞬间置身于立川的高台之上 透过轻烈的寒风 欣赏了海天山雪的壮阔美景 穿寒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川 这次推出的三款表 在设立上也并不是只有盘面颜色的区别 在一些细节上GS也做了相应的区分 比如说金属的logo 秒针 洞除针 日立川 还有印字的材质和颜色 都根据相应的画作做了区别 从外形上 这款表还是延续了SBGA407那种40毫米的表壳 其实许多对GS有所了解的表友都已经知道 GS对于许多同系列的表款的壳型上 还是做出了区别的 以这款表为例 对比去年的SBGA435和SBGA373这两款表 我们会发现这三款同系列的表款的壳型完全的不同 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它的表耳上 SBGA435的表耳正面是较宽的 外侧的斜切面较窄 而末端会更坚硬一些 这种壳型最接近于历史上的57GS款式 而SBGA373的表耳则相仿 它的正面很窄 外侧的斜切面却很宽 末端也更顿一些 这种壳型最接近于历史上的44GS款式 而44GS也是金工在外观设计的探索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壳型 也是所谓的SECOL STYLE的开端 而今天这两款表 因为表耳做的比较大 和中壳形成的这种一体式的观感 随着的表头在肉眼看起来要更大一些 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手中的这一支 SBGA451所使用的壳型又完全的不同 这种表颗托形于最初代的GS 并且在表耳的形态上也做了一些细微的调整 这种表耳的根部比较窄 而且比较外侧的线条做了内收的幅度 整体的观感相较于另外两款 要显得更纤细一些 见到这种设计是比较脱离传统的SECOL STYLE的路线 但是我觉得也更加符合大部分人的审美吧 表颗的背部是背头的底盖 底盖上是GS的狮子文章 还有特别定制Special Edition的客制 透过后盖我们可以看到 正在飞速运转中的Spring Drive 9R65机星 自动图和基金甲板上是 成千上万条细密横纹组成的日内瓦纹 9R65机星的性能参数已经不需要太多的赘述 动处时间72的小时 平均的日差在1秒以内 这种表出场的标配是金刚的表链 弹簧的折叠扣 但那手的感觉是非常的轻便自然 本身因为壳型的设计优势 让整个表头看起来更加纤细一点 相对于手腕较细的朋友来说是很友好的 这款原装的表链是刚的 但是在正式购买的时候 品牌还是会额外赠送一条 特别定制的鳄鱼皮带 那根据画风的不同 皮带的款式也不一样 沥川雪的皮带是正面冰蓝色 背面纯白色的搭配 甜子质谱和山下白鱼 则是绿色黄色以及棕色橙色的搭配 另外因为我们真的是抢先手发版的 所以它的配套会相对简单一些 除了它的表盒和使用说明之外 另外就是这样一份非常精美的 特别的这样一个产品的介绍 如果是正式版本的话 它的附件和赠品会非常的丰富 有兴趣的表格可以上GS的官方旗舰店去了解一下 三张表都会在9月份正式的到货发售 那现在已经是接受预定的阶段了 这款绿川雪之淡是限量发行400只 甜子质谱是限量500只 而山下白鱼是限量300只 总的是1200只的发行量 那这张表的一个官方定价是4.3W 而我在旗舰店看到了一个预售的信息 实际的销售价格在3.8W左右 还是有一定折扣的 这两年GS在中国市场中逐步发力 市场的反馈也越来越好 其实不仅是中国在海外的市场 GS也收获了巨大的成功 除了本身优秀的品质以及工艺之外 GS也找到了属于它自己的标签 从雪花盘到炎炎氏 从白化盘到鱼木哲 GS总是可以让喜欢它的人收获不一样的惊喜 而区别于西方美学中那种规则 对称 几何和线条的设计 GS在旁边设计上拥有更加符合 东方审美的变换 写意 明暗和层次的表达 GS会受到市场的欢迎 一点都不让人觉得意外 因为在我看来它既有能力也有创意 足够特别而且还做得非常的用心 虽然就今天来看 瑞表品牌完全掌控了市场的话语权 还是有很多人对于GS的定位和定价 都感到质疑 但是我相信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改变 GS有能力也有理由 在市场上拥有它自己的一片天地 好 那以上就是针对这款GS服饰会 中国特别款的全部测评内容 希望这篇测评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欢迎点赞和关注 你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